第19题 副图是力宏的衣服标签 标签上的资讯与下列哪一个描述不符? A 此衣服的原料属于聚合物 这个是对的 我们衣服都是纤维做的 纤维都是聚合物 选项A正确 B 此衣服具有表面光滑 不易缩水的特性 这个聚酯纤维是合成纤维 合成纤维不一定会不易缩水 但是我们的聚酯纤维的的确确 它就有不易缩水的特性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选项C 此衣服是由合成纤维所组成 对 聚酯纤维就是一种合成纤维 选项C正确 选项猪 燃烧此衣服时 会产生类似羽毛燃烧的味道是错的 类似羽毛燃烧的味道会有错味 这个是动物性纤维而不是合成纤维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所以第19题 问我们说 标签上的资讯与下列哪一个描述不符?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燃烧此衣服时 会产生类似羽毛燃烧的味道 好 好